一提到日本威士忌 我相信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都是 好贵 那提到日本威士忌品牌 家喻户晓的 无非就是那么三个 白州 山崎 跟响 但最近我呢 发现两款很有意思 而且价格还在合理范围的 小众日本威士忌 重点是好喝 那今天呢就来推荐给大家 我不得不跟你们先剧透一下 我终于找到了一款 我能喝得起的 日本水油桶威士忌 而且他们家成年威士忌的方法 还非常的特别 送到海上直接飘三个月再装瓶 资深酒鬼知道我在说 哪一款呢可以抠在上方 那么究竟在海上飘的威士忌 是什么味道呢 话不多说我们一起来测瓶吧 大家好 我是Ivy 欢迎来到Ivy的微醺酒馆 花刀七分 酒制微醺 让我和你分享 不玩而美的品酒至高境界 第一款我要给大家种草的是 是我最近很喜欢梅式小酌的一款 来自江景岛酒造 Akashi名食的单一麦芽威士忌 江景岛酒造这个威士忌酒厂 是日本最古老的酒厂 大概是有三百多年的历史 而且也是唯一一家靠海的酒厂 他们家呢不仅生产威士忌 还生产烧酒清酒还有梅子酒 我是很想试下他们家梅子酒的 如果喝过他们家梅子酒的酒鬼 欢迎在下方留言你的看法 我觉得这款单一麦芽威士忌特别之处 就是他们桶的选择 首先呢他们会把他们家的威士忌放到烧酒桶里面 放个四年 然后呢再分成两批 一批放到雪莉桶 另一批放到波本桶 再成年个三年 最后来进行调和 所以是一个集合了烧酒桶 波本桶 雪莉桶的威士忌 那我们就来试试经过烧酒桶的威士忌 究竟是什么样的味道 而且呢最近天气不是变热了嘛 我夏天喝日本威士忌 我有一个小小的癖好吧 我喜欢呢把它放到冰箱里面去 首先呢我觉得日本威士忌 它的味道不是特别的饱满 所以你加冰了之后呢 味道反而稀释了 不是那么的好喝 所以呢如果你是想喝冰的威士忌 就直接把它放在冰箱里就好 它有非常明显的那种胡椒的味道 还有一种生姜的辣 闻起来真的有烧酒那种辛辣味 还有一点点果普的味道 就是那种杏子干 生姜的味道 BOOM 马上在你的味道里面爆发 而且它后面会带有一点像 苹果蜂蜜 非常淡的泥梅味 很适合女生喝 总之这款威士忌 对我来说是那种轻盈 没有任何负担感的 每天晚上可以小酌一杯的 日本威士忌 我们今天重头戏来了 第二款我要给大家推荐的 就是这款海洋 我跟大家讲一句实话 我当时买它 真的就是冲他们酒标上写的 水油桶威士忌 如果不熟悉水油桶的酒鬼 我在这里简单的说一下 水油桶是这个世界上最贵最贵的木桶 而且非常稀有 现在市面上的水油桶 威士忌真的是卖到一个天价 酒鬼们有知道是多少钱的 在弹幕上报个价 他们做这款威士忌的时候想 我都用到了这么贵的水油桶 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充分的 把水油桶里面的风味给提取出来了 所以他们就想到了这一个非常独特的方法 就是连桶带酒把它放到一个大的集装箱里面 再把它放到货船上面 在海上飘三个月 所以他们的威士忌就是这样 在桶里面摇摇摇摇 那他们相信呢 就是海上这种不定的气候跟气压 会给他们威士忌的成年带来影响 从而呢 更好的萃取水油桶的那种独特的风味 我们来试一下这个在海上飘了三个月 用世界上最贵的水油桶酿出来的威士忌 是什么味道 那在没尝之前呢 我跟大家讲一讲 如果是用水油桶来酿造的威士忌 大概会有什么样的味道 第一是有非常明显的香草味 有一种那种香草精的味道 还有一股淡淡的 非常轻的檀香味 这也是水油桶的一个特征 哇 我感觉真的我就插了两个香草 夹到我鼻子里面 一股那种焦糖布丁 柔顺香甜 那股淡淡的檀香之后呢 是果味 我觉得这个海洋呢 从口味上 它是比刚刚那个名食重一些 这个呢 会比较适合男生 或者是资生的那种威士忌酒鬼去品它 很有意思的一款 非常柔顺 43度的酒精度 完完全全没有酒精感 那看完今天的节目 你最想入手的是哪一款威士忌呢 在上方扣一 二 告诉我吧 我前两天被我一个朋友 安利了美国波本威士忌 我那一天晚上 我就尝了15款不同的 非常有代表性的波本威士忌 我讲真 我这期节目 我以为我差点录不了 我是完完全全被种草了美国波本威士忌 所以呢 我再着手准备给你们来一期 非常硬核的美国波本 想看的给我点赞留言 那么下期节目我们在这 拜拜